蛋白质结晶学 蛋白质分子之间或与其他种类的分子间 会因为立体结构而相互作用 表现生理功能 立体结构改变时 功能会随着改变或丧失 不同的环境条件如温度、酸碱质、盐类或溶剂等 都会影响蛋白质立体结构的稳定 了解蛋白质的立体结构 除了可以协助我们对蛋白质的功能有基本认识 也可进一步运用在药物开发、导正或抑制活性不正常的蛋白质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目前,分析蛋白质立体结构最直接且精确的方法 是X光晶体绕射技术 X光的波长与原子间的距离相近 通过晶体时,会形成绕射现象 我们即可利用绕射波特定的角度与讯号强度 运算出蛋白质分子的电子密度 再由电脑根据电子密度图填入氨基酸 进而建立蛋白质的立体结构 要得到精准的结构分析 必须先有纯度高又稳定的蛋白质晶体 然而,每种蛋白质产生结晶的条件并不相同 除了蛋白质溶液的纯度和浓度要够高之外 其他因素如温度、结晶式剂的酸碱值、缓冲液、沉淀剂 与添加剂的种类及用量等,也都要一并考量 沉淀剂,如聚乙二醇,PEG 会降低蛋白质的溶解度 使蛋白质溶液更容易达到过饱和状态 促进晶体形成 而添加剂,如金属离子 则可稳定蛋白质的立体结构 想找到最适合的结晶条件 必须藉由尝试许多不同的变因组合筛选出来 筛选的过程需在结晶盘上进行 将蛋白质溶液及各种不同变因组合的配方 加到结晶盘上,称为点晶 目前市面上已开发出含有数十种不同配方的筛选试剂组 方便点晶时使用 点晶可以由人工手动完成 一次进行数十种条件的筛选 也可以利用自动点晶仪 同时进行上百种条件的筛选 加速流程 点晶所使用的蛋白质溶液 要先经过纯化及浓缩 蛋白质纯度越高 金格排列越规则 X光绕射的讯号也会越清晰 浓度需依照不同蛋白质 达到过饱和状态的需求而定 一般建议从每毫升5至50毫克开始尝试 直到找出最佳浓度 至于纯化过的蛋白质总量 要根据预定尝试的结晶条件多广估算 一般手动点晶建议至少准备10毫克 目前最常用的结晶方法为 蒸发扩散法 Vapor Diffusion 又分悬堤式Hang Drop 与沉堤式Sitting Drop 在悬堤式结晶盘中 蛋白质溶液悬挂在结晶湿剂槽上方 而沉堤式则将蛋白质溶液 置于结晶湿剂槽内的台座上 适合表面张力较弱的蛋白质溶液 通常是先在结晶湿剂槽内 加入500维生结晶湿剂 然后在波片或台座上 地上1或2维生蛋白质溶液 接着从结晶湿剂槽 吸出与蛋白质溶液等体剂的结晶湿剂 吸氏蛋白质溶液 操作过程注意 避免产生气泡或掉入杂质 影响之后晶体排列 这时候蛋白质溶液的体积加倍 蛋白质和沉淀剂的浓度都减半 水分相对倍增 最后以专用胶带将结晶盘密封 做好标记 盖上盖子 放置于摄氏4到25度之间的恒温柜内 等待晶体形成 在密封状态下 溶液表面会发生水分子的蒸发及平衡作用 由于蛋白质溶液内的沉淀剂浓度减半了 有较多的水分子会蒸发 在密封空间内与试剂槽内的试剂达到平衡的结果 部分水分最后跑到试剂里 如此 蛋白质溶液内的蛋白质及沉淀剂的浓度会慢慢变高 达到过饱和状态时 蛋白质分子就开始整齐底堆叠 形成晶体 不同蛋白质所形成的晶体 大小及形状都不同 与盐类晶体不同的是 在偏光显微镜下 蛋白质晶体应具有悬光性 会随着偏光片的转动 而呈现如宝石般灿烂的色彩变化 现在你也可以用蛋白质做出多彩的结晶宝石